張偉健回歸TVB拍攝的劇集《大水哥》終於登場 一群演員包括蔡絲輩、洪永成、松永廉等等 今晚就約在一起出來看首播 雖然今晚Dicky沒有出席 但一群後輩說起她都讚不絕口 因為孫子Dicky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特別開廠 有很多零食的 有一個士多位的 士多除了零食、朱古力之外 一定不少的就是新鮮的香蕉 我最初都覺得奇怪 是不是真的齊天大聖 特別喜歡吃 特別旺 越吃越旺 她很喜歡吃香蕉 她準備了很多零食 她都不多吃 就是主公香蕉 其他都是我們吃的 甚至有些劇本上的改動 她真的會很早傳給我們 讓我們自己有準備 不會說現場我改了 現場當然改了也有 但她自己批評的 不是我們批評的 如果她真的有改動到我們 她會很早傳給我們 送WhatsApp給我們 說Tony 你這句你記一記吧 明天會打 這樣就很好 變得我們很有準備 變得她很有心去照顧我們 所以我就最怕收到她的訊息 每次大眼看到訊息 兩分鐘 糟糕 好過現場 好過現場 現場就是 她自己的就是 張偉健和洪永成 都憑這套劇入圍事第 到底大家會投給誰呢 我支持你的 我支持阿Tony 不過Dicky在這裡 我當然支持Dicky 現在Dicky不在這裡 我有理解 謝謝 不如我們用一個 團隊兄弟的策略 如果主公的票不要給我了 主公給張偉健 這樣呢 19號 我覺得她的勝算 當然 會大過我一點 就算我支持你 也只有幾票 你幾號 我好像20號 20號 蔡師貝和余德成 因為合作主持旅遊節目 所以傳出緋聞 最近余德成 還在社交媒體上傳了一張 挨在蔡師貝的股頭的照片 網民見到 就催他們公佈戀情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入選了這個最佳拍檔獎 我們都很希望拿這個獎 就打算拉票拉票 就發出了這張照片 其實通常做得好拍檔 都不會做到情侶 因為如果你真的情侶去拍節目 你不會窄大家窄得那麼盡 那麼直接去講 因為始終可能你會怕大家會生氣 所以其實好拍檔 就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兄弟 才能做得到火花出來